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妈祖绕境了 俗话说 展现的不只是宗教 还包括了台湾的民俗文化 以及特殊的风土人情 而一年一度的大甲正兰宫妈祖绕境 更与范蒂冈的圣诞明撒 还有麦家朝圣 一起被Discovery 列为世界三大宗教盛世 大家都还记得2020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甲妈九天八夜的绕境活动 整整延后了85天才举办 而且缩小了规模 今年因为台湾防疫有成 元宵节那一天 把揹请示了妈祖之后 那么后来就确定 是在4月9号晚间11点05分要起假 并且把今年的绕境境相主题定为承诺 这背后有哪些寓意 还有绕境历史的精彩故事 乃至于妈祖经济学 甚至于妈祖绕境美食地图等等 都很值得我们深入了解 好 首先我们就从朝圣者展现了 哪些力量开始 妈祖联教起假 打批信众跟着队伍一路虔诚参拜 专教底祈求好运保平安 顶着艳阳徒步陪伴 妈祖走遍各大公庙 静香除了是神明的充电站 也是乡客们得到 妈祖保佑的重要仪式 那就是说他已经转变到 除了是一个香火仪式之外 他开始变成是一个 我对妈祖的承诺 一种透过身体时间 因为我会不舒服 因为你要走路 尤其你看身心这么热 他这样走路 然后透过身体的劳动 然后他可能会许愿还愿 中研院博士洪颖发 年年来走了20年 他说台湾人因为把妈祖 奉为神明妈妈 是抚慰人心的重要力量 一年一度宗教盛事 已经成为民间不可缺少的宗教活动 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 就变成说非常多人 是透过身体的世界 那这些人就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一 另外到了比较当代 就是多出的一种意义就是 他们认为大甲妈祖金香 是一个台湾非常重要的 传统神话的象征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人 他们可能没有带着金香旗 或者他们就带着小孩 然后他们可能走一天两天 或者半程 他们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他们觉得就是一个 认识台湾的方式 每天的来参加 有的都参加一段 有的是头甲买 有的是来参加 一天有的参加两天 因为这个宗教拜拜 也不说磅刻意 你一定要9.8百 结果是差不多一天都差不多20万人 整个下来都超过百万 那现在我们在看一天 差不多准备点心 也差不多要突破10万 人多购买力也跟着增加 由正南宫成立的电商 推出各类八组文创小物 像是鸭教金 好运产 都是热卖商品 大甲妈组绕镜幸福不可缺少的 还有这个绕镜必备三宝 像是我身上背着这个后背包 以及红铃毛巾 而其中最热卖的就是它 秩序帽已经卖出了2万多顶 我们上面基本上60%都是卖 关于大甲妈的文创小物 然后大概有20%是每年的 来一起联名厂商的东西 剩下20%就是十一住行 就是在大甲当地特色的商品 来来来 这一种过 这过来就我啊 信徒消费力惊人以100万人 一个人平均消费3000元来算 粗估就有近30亿元产值 八组周边的文创小物 像乃嘴 这是两散 那些收入大概都会落在 其实比平常多3至4成的业绩 在绕近期的时候 每站的宫庙 我们到了他们所收的香油钱 还拿比器人还多 每个主委都很高兴 说你们来我们多了很 公庙都多了很收了很多的香油钱 最重要是整个周边的商势 大家都带动 大家都卖了都这些小店家 这些烧味烧吃 这些大家都很欢迎 周天八夜的妈祖绕境活动 无论是男女老少 手中点燃一炷香 不仅是满足信徒心灵的慰藉 也是让民间宗教继续香火鼎盛 三爷小妈祖被外媒誉为 是这个叫做台式嘉年华的 大甲镜香绕镜活动 将在这个4月9号就要来启动了 那么信徒们当然都非常的高兴 而且摩拳擦掌 但是也包括了很多的新生代 近几年来也越来越多人参与 为什么呢 因为想要好好来体会一下 这个传统文化 只是很多人一直去走 但是却不知所以然 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了解一下 妈祖的文化 同时也要知道一下 妈祖经济学到底有多么厉害 另外就是 大甲妈绕镜进行箱的美食地图 您千万不要错过 而我们今天请到的就是 最重要的专家 郑兰工董事长 袁清彪 袁董你好 你好 子智人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每一年都带领大家 对不对 一起去绕镜进行箱 每一年都是追随大家 一年一度的绕镜活动 所以我已经参加了27年 27年 体力 好 但是我们知道今年4月9号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绕镜的地图 也已经出来了 是4月9号的晚上11点05分 要起价绕镜 对不对 中间会经过哪里呢 彰化 西螺 然后到新昂 奉天宫 然后奉天宫这边有祝寿大典 是在4月13号 然后再回程回到这个大甲地区 进行安座大典 但是我们想请教一下 这个决定起价的这个时间 好像是元宵节那天 拔杯新闻都有看到 这个也是一个传统 每一年在元宵节 这个决定都是在明国两年 明国两年 明国二年就开始落井活动 但是拔杯的事情就已经 我们都听着老一杯 说的就都在元宵节 拔杯 所以如果在元宵节 那不久人就开始问 问你当时要拔 我就在元宵节 当时要去 我这不拔 我这不拔 我就知道当时要去 就是这样 大家都很期待 对 我们先来看今年 大家想要去 而且其实除了宗教的原因之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 就带动了地方的观光 是 好 不过今年要去的话 大家还是要乖乖 要遵守防疫的规范 对不对 今年有哪些要呼吁这些信众 一定要帮忙遵守的 你要在国人 大家中心 在疫情 防疫中心 所以在廟房 我也拜託说代表大家 在南京拜託说 我们这些先行台庭 要来参加的乡客 大家要尊手就是 大家都要拔口罩 这一定的 因为在拔口罩还是 还有人的距离 但是有时候 这个是很难控制 因为人很可怜 大家都要沾两妈祖 要去摸那边拔轎 以为不用软轎 就说 拜托了 我妈妈都不怕 她的沙口 我有带来 你稍微不能 好像不通人情 对 所以这个人来浪漱 其实不可控制 我们尽量 因为去年就有这个经验 是 其实现在要到镇南宫 去拜拜的乡客 大家都是很遵守 我们现在的 这次可以逛人来入府 速度很快 是 把这个防疫措施 政府规定的 我们也是都这样做 像量体温 还是说我们这个 大家都鼓励人说 你来到这里 真的缺水 但是没水手也不行 没错 但是如果说真的没赢 就是没有办法 清零现场的人 还有粉丝团有现场直播 这里也跟观众朋友讲一下 对不对 如果是说 没有人来参加 你手机把它打开 我们粉丝团都在现场做直播 所以现在妈祖也要现代化 对 妈祖 没有用人去餐厅 只要手机打开 打开 现在台湾也要走 走到处 走到处宿廟 这样也有参与感 对 好 而且这几年下来 其实大甲妈绕境 也都有主题 我们来看一下 以前曾经有过的主题是 新传 妈祖跟随者付出 今年是人情味 今年是承诺 对不对 这个承诺 在疫情底下 有什么样特殊的意义 其实这个承诺 实在说 要想落一项事 其实不简单 对 路父一路 路说会只会这样做 明天才也是还要这样做 一年一年也是这样做 是怎样的 是新传 让人传人 以前在拜廟都是阿公 阿嬷带孙 孩子还在拜 现在好像不是 现在这个年轻人 现在尤其震南光 南美年落井年轻人 外国人也特别多 很喜欢 成群姐最起 所以会随着麻祖 麻祖就是在付出 如何付出 我们那些 我们没关系 全路人 船那些 点心打船 那些都吃不贵 第一 你自己说 草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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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去找 悬 沿途 只要電信站都是不用付錢的 所以這是麻祖付出的情形 認證味 外國人也這樣說 就是我們台灣人很有人情味 真的 無色無色 很好勵 你來說 為這裡來購物 就給你吃的量 給你吃 說人在批給康特批萬鈕 都給人家膠袋在疼人家 拿金屁膏來給你打 你說起泡泡的人就冬 那油就盆 沿途就有免費的醫療站 欠人就抓零 還要抓零 小板燈如果做的 人就抓零 如果走不去 在那裡人就用車子給你搭 搭一段子 你自己如果欠 想說不走不去 你想要做車子就給你載 所以這就是說 付出台灣人的人情味 承諾其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你要承諾 一項門一項的事就是要很堅持 所以既然要到馬祖駕 我們盡量來上樓 兩天上樓 大家也賣 什麼好什麼 大家要做 其實不好做 真的 沒錯 一定要堅持 好 但是我們再來看大甲媽的香火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說是親雍正時期 對吧 我們大甲媽是在1730年 1730年是林詠星 他簽家移民來大甲 這個林詠星先生 請這個媽祖來 是他自己家裡在拜 就吃冷甲 就那幾個農業社會 小孩清出來烤 以為也不是人家 是精壽還是什麼醫生館 比較不常人家說 那林詠星 在大甲媽祖來 吃冷甲 就去給他救 回來拿露燈 香火 就拿給他 營養水水 再拿一個 再拿一個麻草 跟他說那個香火比較好 我們小孩的香火 我也吃一吃 就給丹三槌 這樣就好了 所以一穿十 十穿白 穿了就大家 就是大家 真心 林詠星 出來這種媽祖 不過我們現在講起來 還是要去看醫生 對 也是要看醫生 那是早年 早年的故事 好 我們就來看鎮蘭宮裡面的媽祖 可能很多人都曾經去鎮蘭宮 可是都不了解說 其實鎮蘭宮裡面 有鎮店五位媽祖 這個大媽是鎮店媽祖對不對 她是最 是不是最大鎮的 最大鎮的鎮店 是 而且它有一個神機故事 對不對 說二戰的時候說 盟軍有丟炸彈 結果丟到鎮蘭宮旁邊 都沒有事 都沒有事對不對 這個有她的神機 那開鎮嗎是最 最早 她穿得說是明朝的服裝 她那個就是林詠欣 先生1730年帶來 現在是 她是在 大家拜託一下考慮了兩年 她是從1732年同意 這裡有這個鎮蘭宮 鎮蘭宮以前是土鎮蘭宮 200幾年前聽他們說是都蓋豬炒的 後來拆掉以後 這裡也是土鎮蘭宮 但是就有蓋牙了 在40幾年前 現在的現狀就是 民國六十幾年重新 重新再建的這是對三遍 所以這個鎮蘭宮就是 在我們的丁田祖的頭上 中 那是梅洲馬祖 這個婦蘭媽 如果去遭近的是 梅洲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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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跟婦蘭媽 了解 跟前一段水農令 台湘君 是 這如果沒有說都不太清楚 這要了解一下才對 好 其實我們剛剛也在講說 今年主題是 你看 鄭蘭宮很貼心 還有一個承諾口罩對不對 對 也有謙虛口罩很多 聽說這種口罩 也會請媽祖稍微加持一下嗎 都有拿來在媽祖那邊各樓 先各樓一個 各樓就拿出來可以 是 好 那麼除了口罩要戴好戴滿之外 還有沿路的配備 現在很多人在電商平台購買 而且我們工作同仁很喜歡 他點進去看 就發覺很多現在都已經賣光光了 對 好 尤其是這一頂 這一頂幾乎都已經賣光了 這是秩序帽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頂是 總領隊顏青彪先生專屬的帽子 這頂很厲害 起碼都已經大家都在 說沒有這頂帽 我們是大家聯名 帽也不是我們帽 所以是出來也只睡覺 聽說不然這個 大家年輕人很加意 是 睡得很漂亮 聽說大家最喜歡的是這個 奶嘴 這個最厲害 這個叫做什麼 太子奶嘴 太子奶嘴 現在有些人就要找這個奶嘴 說我好媳婦 是怎麼比較好油漆 意思是這樣 也很加錢也有個樓 對 董事長你前面這個叫做 押轎金對不對 押轎金是什麼 這也是很多的幸福想要 押轎金就是我們大家也要做 如果更夠你們那裡說 你們有傳兩個醫療 當年有的時候傳一個彩拜 就會給你們照 照 照 押轎金 我們大家以後都押轎金 押轎金就在那現場 大家想像這個 我不用唱就多傳一些 我們都會 如果我們服務處 我們就是用過 滾到紅 滾到 滾到的這樣比較好看 孩子如果在排休息 或是說在睡覺上一些 阿婆的人會說 好 這就多好用 這個孩子如果騙不著 就說來不來用太子 不用 押轎金拿來就趕快 其實這都是很多 很重要的心理上面的知識 所以這很受歡迎 你剛才說 你已經走近27年了對不對 我以前 27年來 你有看到很感動的事情嗎 你印象最親的 第一年去參加的時候 那是 我也不曉得我走路走很快 我平常走路就走很快 在西樓和牛屋那個暗時 就在走 找到阿婆跟他說 那位是董事長 我說這也有什麼事 他說不要走那麼快 你走那麼快 在膝蓋就打開了 打開了 打開了我們走 沾到堵打開了水流出來就好 水泡 他說不行 就要沾到堵 就沾到堵打開了 對 老人家都這樣講 第一年到西樓 我就十二前頭 我就打八戒了 第二年像他這樣說 我就叫你慢慢走 不要急 麻糟都會等下 然後這就是 教人就說 他說他 就是大方圓 他很神奇 他那幾個 他的 雖然兒子帶來 他先看不懂 他來把麻糟求 他才說很感動 說這個這麼奇蹟 他這孩子現在比想更健康 多跳跳結婚 生兩個小孩 他才說 你不知道麻糟多年感 他說他這樣 頭一年 也是腳都破 如果怕 如果怕 如果靠 但是小孩 他已經健康起來 他就下彎 他就是 要來 對時麻糟走 第一年 走靠 那幾年 好像不可以 教 他 以他的經驗 然後現在變專家 很多就是說 像我們 有時候 要弄腳腳 他做倫理也不方便 就是也很神奇的 有 這個一個 一個董事長夫人 身體也不太好 我們大橋 還把他們照顧 他們照顧 一整年身體都很健康 所以 現在也是吃信用 我們大家也做 所以這 很多事情 不是我做到 就是人應驗到 聽人轉述 要講也講不完 是 其實 大家很多人去那個遶境 看熱鬧也要看門道 但是這中間 還是有很多的典故跟禁忌 我們馬上回來繼續聊 請別走開